本年度的夾一籃子籃球联赛 经过差不多两个月的常规赛之后 终于来到季后赛的阶段 今晚在收盾室内场 就会上演一场过的辅家赛 将会是常规赛第四位的东方龙输 英国斗第五位的标准福建 接管看下哪些球队能够晋身去到下一圈的比赛 未看球之前先回顾一下常规赛的成绩 及一联赛今季改制 由以往头四位直入归后赛 改成头两名直入 三至六名以附加赛决定两个归后赛的职位 所以南华和永凌已经率先撒入四强 而以交界对赛成绩排第三的满贵 就会在下星期二斗安保汉友 争夺另一个出线资格 东风龙斯今场阵容 缺少了受伤的外援艾利诺 得分重任就落在李奇、刘芷麗和徐远成 几位的华将身上 至于三日两赛的福建 进攻就放在今季表现稳定的商榻 刘海涛和蔡隆德身上 至于外援怀斯比起得分 今场就更加主力负责防务工作 其实今场的焦点也落在东方的徐远成 和效力福建的弟弟徐远征Oliver的对决 他在第一节的表现相当硬成 这球三分球也入得清脆利落 进攻着火的Oliver 单只射入9分 这次两个罚球全中之后 也看福建在首节一度领先对手8分 东方之所以陷入苦战 跟正选射手刘梓礼早早两范都有些关系 不过之后他们也能够沉住气 还在原场之前贫着李奇 与及林曼津射入压哨三分球 第一节追到只是落后16比17 刚才也说过福建的怀斯出名 防守很厉害 这下偷得漂亮之外 福建还有个二打一的快攻 之后助攻给梁嘉显 轻松就入2分 另一个武器也是不时担当控球中锋的蔡隆德 德哥第二节频频刷入内线得分 单只个人贡献了8分 这球就帮福建攀成28平手 说到武器 东方龙斯的李奇 一直都有港版《咖喱仔之称》 在第二节完之前他射入的三分球 帮助东方龙斯拉开4分的差距 只不过徐远征在之后的攻势 立即回京一球安萨3 半场完之后 东方仅仅领先福建33比32 这场球在上半场够紧臭了 下半场的伤力一样都这么厉害 单只还有8次互换领先优势 其中精彩的一幕更加是随时兄弟合演 这下角为奇主 差个第二球蓝板 真的够紧臭 名副其实兄弟都没面子比 随着局势的发展 东方有钟晋升 随远征和刘梓黎累积了三返 令到李奇在场上要担当起 更加重要的得分责任 而他拿手的三分球也是礼不虚发的 这球球零角度射入 帮助球队反超前一分 再加上林万俊亦在第一节之后 在单节完结之前射入关键的三分球 在第三节完结 东方就领先49比45 到最后一节 体力真的成为了福建的最大敌人 他在首两分钟守不住东方的强攻 被对方打出一段8比2的小高潮 随远城 这下抢完进攻蓝板之后 再射入这两分 帮东方拉开了10分的差距 Madam全场交出了11分 和11个蓝板的双双表现 未追分的福建 偏偏欠缺外围投射的板斧 只能靠刘海涛射入眼爆内线 拼罚球的机会 全场射入15分的他 这次上线两分的佳总 在原场前4分38秒 帮助福建追到落后8分 这场打得比较活弱 亦有不断尝试铲岩得分的郑錦兴 亦在原场前1分25秒 拼到罚球兼两分的传中 在福建追至落后63比68 5分的差距掀起一个小高潮 可惜随着怀斯之后 就五番离场 球队想追平的希望 也是竟然幻灭的 原场前 郑錦兴三分线外的起手 作最后一击 但这球三分球 只以Airbo来终结 为面的东方 最终以71比63击败福建 顺利在辅家赛阶段 即身自复赛 将会面对常规赛的一哥南华 今场的MVP无疑就是射入了七球三分球 交出全场最高26分的李奇 赛后抱着宝贝女接受访问的他就说 今场缺少了艾利诺 令球员更要挺身而出去增胜 如果有Marcus在 他起码进攻就帮得很多 还有防守 蓝板也帮得很多 他不在 唯有一人多走一步 还有每个人都要stack up 揹一下分 还有蓝板要做得更好 至于看福建射入全队 最高18分的徐远征 就会是球队尾绘摆在里感到不分 不过对于这次在场上 和哥哥的较量 Oliva也承认 这次是对方略胜一筹 很多细节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说 最后我们两分钟被人进入 拿了很多的进攻蓝板 本来是个五点比赛 不过在这些小细节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阿哥 都挺好的 他今天也打得挺好 他拿了球都挺刺激的 他有信心打 然后蓝球球员 我们只能控制自己有信心打 入球不入球 这些有时控制不了 不过蓝板去防守 他防守也防得很好 那边上东方晋级之后 将会挑战本季 已经两度向对方苦手清神的蓝花 不知道球员又会怎样 去扭转这个局面呢 我觉得我们回去要再调整一下 上一次比赛完赛之后 有些地方我们要再调整 特别是在防守 进攻那边 我想我们要打得聪明一点 和进取一点 我对我自己和对队友都有信心 这场东南大战 在下个星期三 就会上演首回合的队女 喜欢本地篮球的朋友 就记得紧贴我们 NOW SPORTS EVERYDAY的报道吧